你好 今天为你准备的书是《奇迹男孩儿》 2017年年底 电影《奇迹男孩儿》在美国上线后 被观众和媒体一致评为年度最暖心影片 全球票房破1亿美元 还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提名 日本电影《蓝丝代奖》 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等奖项 我们要讲的《奇迹男孩儿》就是电影的原著小说 这本书曾经120周蝉联纽约时报同书排行榜榜首 被翻译成45种语言 影响了全球众多的读者以及他们的家庭教育方式 作者帕拉西奥有两个孩子 一次 帕拉西奥带孩子们去吃冰激凌 隔壁桌有一个小孩 他的脸看起来非常吓人 帕拉西奥的小儿子被吓哭了 帕拉西奥觉得很尴尬 赶忙带两个孩子逃离了现场 回到家后 帕拉西奥非常后悔和自责 觉得自己不应该一走了之 这段经历让他很难释怀 于是决定写一个面不残疾的小男孩 逐渐被周围人所接纳的故事 《奇迹男孩儿》是帕拉西奥第一次尝试小说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 帕拉西奥一直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那个面不激情的小孩和他的家人 他们每天要经历多少次被人厌恶与嫌弃的场面呢 在《奇迹男孩儿》这本书中 小男孩奥吉也被贴上了丑陋和怪物等标签 不过他凭借勇敢与智慧 在学校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完成了被认可与接纳的成长曲线 那么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就和奥吉一起体验这段非凡的人生经历 小奥吉今年十岁了 但在他年仅十岁的生命里 却动了大大小小27次手术 奥吉的长相和其他小孩很不一样 任谁第一次看到他 都会忍不住大惊失色 他的脸上遍布着手术留下的疤痕 最醒目的是一条锯齿状的切口 从他的上嘴唇中央一直延伸到鼻子 他有很严重的爆牙 还有一副尺寸过小的恶骨 下巴也小得可怜 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 小时候奥吉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戴一顶宇航员头盔 去超市戴着 和父母一起去学校接姐姐维亚 也戴着 即使在盛夏季节 热得汗流满面 奥吉也坚持戴着头盔 七岁时 奥吉要做一个眼部手术 不得不把头盔取了下来 从那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顶头盔 不过后来 奥吉也渐渐习惯了不戴头盔出门了 在奥吉一家生活的街区 每个人都认识奥吉 而且大多数邻居都对奥吉很友好 比如街角咖啡店的女服务员们 他们都喜欢叫奥吉小甜心 任何时候见到奥吉 他们都会塞给奥吉一根棒棒糖 但即便如此 小奥吉也并不喜欢出门 他甚至不去学校 有妈妈在家里教他读书识字 奥吉的妈妈曾经是一名童书插画家 但随着奥吉逐渐长大 妈妈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再继续教他了 爸妈决定 还是要送奥吉去正式学校上学 奥吉的父母先是瞒着奥吉做了一番调查 他们看中一个学校 距离他们家只有两个街区的 必撤预科学校 但不出所料 小奥吉对父母的决定非常愤怒 他任性地说 我不想去上学 妈妈告诉奥吉 只是希望他能够多学一些知识 而且必撤预科学校 有很棒的科学选修课 这正是奥吉所感兴趣的 爸爸也表示 奥吉可以先去学校参观 如果不喜欢那里 他们不会强迫奥吉去上学 没过几天 奥吉便跟着妈妈去学校参观 校长图什曼先生亲自接待了他们 图什曼先生非常和蔼可亲 奥吉觉得他的名字念起来很好玩 一直忍不住哥哥笑 在他们谈话期间 有三个和奥吉差不多大的孩子走进了办公室 他们都是五年级新生 图什曼先生特地叫他们来带奥吉参观学校 其中有两个男孩 一个叫做杰克 一个叫做朱利安 奥吉羞涩地和他们打招呼 杰克看着奥吉伸出了手 奥吉握住了他的手 杰克微微一笑 说了句 嗨 就垂下了眼睛 朱利安和杰克的动作几乎一模一样 强装笑脸 跟奥吉握手 然后迅速低头 小时候 奥吉从不害怕遇见陌生孩子 但现在他长大了 开始在一起同龄孩子对自己的看法 他知道自己把杰克和朱利安给吓着了 之后孩子们带领奥吉参观了年纪室 实验室和电脑房 他们还去了二楼的图书馆和演出中心 参观演出中心的时候 朱利安突然问奥吉 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我的意思是 是被火烧的 还是出了什么事 没等奥吉回答 杰克就冲朱利安叫喊道 天啊 朱利安 闭嘴 说完 杰克便拉着奥吉离开了演出中心 当他们沿着楼梯往下走时 朱利安挡住了奥吉的去路 还故意把奥吉往后办了一下 朱利安说 哎呀 实在抱歉 但是从他说话的样子来看 他压根就没有道歉的意思 参观结束了 虽然朱利安并不友好 但杰克看起来会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奥吉也很喜欢学校的环境 回家后 他告诉爸爸妈妈 自己决定去这所学校上学 爸爸妈妈为奥吉的决定感到骄傲 他们激动地夸赞奥吉 你真是一个十足的男子汉 开学第一天 爸爸妈妈和姐姐维亚一起送奥吉上学 他们和奥吉一样紧张 在学校门口和父母以及维亚拥抱说再见后 奥吉静止朝着三楼年纪室走去 一路上 奥吉发现有一些同学盯着自己看 奥吉只管走路 假装没看到他们 走进教室 奥吉看到几个女孩捂着嘴 窃窃私语 当奥吉朝他们看过去 他们就迅速扭过头散开了 奥吉找了一个靠近中间的座位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 教室里坐满了人 但没有人挨着奥吉坐 好几次 有人正要在奥吉旁边坐下 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坐到了别的地方去了 突然有人在奥吉旁边坐了下来 是杰克 你好 杰克冲奥吉点点头说 嘿杰克 奥吉招招手回答 第二节是英语课 学生们换了教室 之前的一幕又重演了 除了杰克 没有人跟奥吉坐在一起 英语课结束后 到了午餐时间 同学们都涌向资助餐厅 大家三五成群 说说笑笑 只有奥吉独自一人 关于学校午餐的问题 姐姐维亚已经给奥吉打过语防针 只是奥吉没有想到情况会那么糟糕 奥吉试图在一张餐桌前坐下来 坐在一旁的同学急忙说 哎 这里有人了 奥吉只好找了一张空桌子 容不进任何圈子的感觉 令人万分难受 可怜的奥吉只好独自吃着 从家里带来的三明治 奥吉正埋头吃着三明治 突然一个甜美的声音传了过来 嗨 这里有人坐吗 奥吉抬头一看 一个陌生女孩正端着一盘食物 站在她面前 奥吉回答了一声 没有人 女孩便放下手中的午餐盘 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女孩友善地和奥吉交换了姓名 她叫萨莫尔 这个名字和她的长相十分相符 她的皮肤晒得又黑 眼眸绿如树叶 下午又上了几节课 开学第一天终于结束了 奥吉走出校门 妈妈正忧心忡忡地站在门口等着她 看到奥吉妈妈先是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然后迫不及待地问 今天怎么样 从一到十 奥吉耸耸肩说 嗯 五吧 这是奥吉和妈妈之间的一种习惯 小时候奥吉做下巴手术 嘴巴缝了针 不能说话 妈妈就让奥吉用数字表达疼痛的感觉 一表示有一点疼 十表示疼得不得了 之后 妈妈开始让奥吉按照从一到十的等级 表达对其他事件的感受 这让她更容易理解自己的儿子 妈妈感到非常惊讶 她本来以为最多只有三分 没想到奥吉竟然给出了五分 她轻声说 哇 简直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事实也的确如此 开学第一天 奥吉和杰克成了同桌 午餐时 还结识了热情的萨默尔 对于奥吉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起码她不再害怕上学了 开学后 大约过了一两个星期 全班同学才习惯了奥吉 那不同于常人的古怪模样 不过 虽然大家适应了奥吉的存在 但没人愿意真正触碰她 大家似乎把奥吉当成了一种病毒 只要碰到她 就会被传染 奥吉最开始发现这个现象 是在一节舞蹈课上 老师安排了一位女同学 做奥吉的舞伴 结果 这位女同学一碰到奥吉 就惊恐万分 脸色煞白 她找到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 跟舞蹈老师说 自己一定要去上厕所 换教室上课的时候 奥吉和杰克一起走在走廊上 奥吉发现 走在两侧的同学都恐惧地避开她 但杰克并没有注意到这些 他和不同年级式的同学热情打着招呼 看得出来他很受欢迎 拥有很多朋友 整个九月份和十月份 奥吉和杰克几乎形影不离 无论在年级式 还是上英语课 历史课 科学课 杰克总是和奥吉坐在一起 很快到了万圣节 这是奥吉最喜欢的节日 因为在这一天 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戴上面具 换上奇装一服 和其他打扮怪异的孩子 一起四处溜达 没有人会注意到他 也没有人会觉得他奇怪 今年奥吉打算办成 星球大战里的赏金猎人 伯巴菲特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 杰克和萨莫尔 大家都觉得这样很酷 可就在万圣节那天早晨 为了不害爸爸上班迟到 奥吉放弃了伯巴菲特 那套很复杂的道具服 换上了常见的骷髅幽灵衣 那是一套简易的行头 就一件黑长袍 和一个大大的白色面具 不过这套骷髅幽灵衣 还是让奥吉感觉好极了 他头一次抬头挺凶的 走在学校里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低头闪躲 生怕被其他同学看见 奥吉心情愉悦地走近年纪式 一进门 他就看到了星球大战里的怪物 奥吉马上反应过来 这个怪物一定是朱利安 奥吉第一天参观学校的时候 朱利安就曾经对他出言不逊 开学之后 朱利安还给奥吉起了个绰号 叫僵尸小子 朱利安在学校里很受欢迎 他带头叫奥吉僵尸小子 这个外号也就不静而走 朱利安这次打扮成 星球大战里的怪物 明显也是为了针对奥吉 朱利安不知道奥吉临了换了万圣节装扮 所以当骷髅幽灵坐在距离朱利安不远处的椅子上时 他并没有注意到那就是奥吉 朱利安正在和两个打扮成木乃伊的同学聊天 奥吉猜那两个木乃伊是朱利安的死党 一个打扮成木乃伊的同学 指了指朱利安面具上的眼睛和脸颊 说道 看起来真的很像他 另一个木乃伊硬核道说 是啊 真的太吓人了 朱利安问 那你为什么整天跟他待在一起 那个木乃伊耸了耸肩 回答道 校长图什曼先生嘱咐我要多跟他在一起 校长一定也跟所有老师打了招呼 叫他们在课上把我们俩的座位安排在一起 我也不想他整天缠着我呀 奥吉突然听出了这个木乃伊熟悉的声音 是杰克 加上那个耸肩的动作 就是杰克无疑了 戴着幽灵面具的奥吉 哭着从年纪式走了出去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但他没有办法当着众人的面 摘下面具擦掉眼泪 终于他走到了二楼的洗手间 这里空无一人 奥吉锁上一个小隔间的门 摘下面具 哭了很久很久 第二天是周五 奥吉谎称自己肚子疼 让妈妈帮他向学校请了假 到了星期天 奥吉告诉爸爸妈妈 说他不想去上学了 奥吉并没有告诉他们原有 只有当姐姐来问他的时候 奥吉才坦白了万圣节事件的来龙去脉 维亚告诉奥吉 如果你不想一辈子都被当作一个有特殊要求的孩子 你就得振作起来 去学校上学 小奥吉想了想 觉得姐姐说得没错 他决定重新回到学校 不过他不愿意再和杰克做朋友了 但老师安排的座位没有办法随意更改 所以奥吉依旧要和杰克做统桌 但奥吉拒绝和杰克说话 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比如要交流作业什么的 下课灵一想 两个人就各奔东西 杰克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奥吉 他其实很喜欢和奥吉做朋友 虽然他一开始是因为校长的吩咐 才对奥吉多加照顾 但随着慢慢了解 杰克发现奥吉其实很聪明 也很幽默 总是能逗得他哈哈大笑 为了弄清楚奥吉疏远自己的原因 杰克去找了萨莫尔 萨莫尔只说了四个字 骷髅幽灵 杰克幡然醒悟 同时也感到万分后悔 他其实并不在意奥吉畸形的面孔 那天他是为了应和朱丽安和其他同学 才口不择言地说出了那番话 杰克真诚地向奥吉道了歉 为了获得奥吉的原谅 杰克和朱丽安决裂了 不过他本来也就很讨厌虚伪恶毒的朱丽安 为了报复杰克和奥吉 朱丽安每天都往他们的柜子里塞纸条 纸条上写着 半兽人滚出我们的学校 笨蛋不会再有人喜欢你了 等等一些恶毒的话语 朱丽安还曾经在一张纸条上 列出他那边阵营的名单 差不多都是男生 女生们都选择保持中立 不过一学期结束后 男生们也开始逐渐厌倦朱丽安的各种报复计划 有一次朱丽安正要往杰克的书包里倒铅笔线 一个见义勇为的男生 把背包从朱丽安手里抢了过来 还给了杰克 这件事过后 朱丽安阵营的许多男生纷纷辩解 转为了中立 渐渐的 大家也不再把奥吉当作可怕的瘟疫了 当奥吉不小心碰到了他们 也没有人再慌忙逃走 奥吉也学会了时不时和同学们一起开开玩笑 比如有一天 奥吉看到同学玛雅正在一张画有丑娃娃的便签上写着什么 便假装神秘地说道 你知道创作丑娃娃的人是以我为标准的吗 玛雅瞪大眼睛看着奥吉似乎信以为真 等她反应过来只是一个玩笑时 立刻哈哈大笑 你太好玩了 奥吉 玛雅还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其他女生 大家也都觉得很好玩 不时拿这件事和奥吉开玩笑 奥吉下半学期过得很快乐 她的学习成绩超过了班上许多同学 虽然她之前并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 但她很聪明 她这一年拿到了好几个A 在五年级毕业典礼上 奥吉还获得了一枚特殊贡献奖章 上台领奖时 校长图诗曼先生激动地称赞 奥吉是一个伟大的小孩 他说 勇气 善良 友谊 人格 这些品质把我们定义为人类 有时候能推动我们成就伟大 这就是特殊贡献奖章的意义所在 发现伟大 一时间 礼堂里掌声雷动 所有人都站起来为奥吉欢呼 他们喊道 实至名归 奥吉 好样的 奥吉 毕业典礼结束后 奥吉被捷克 萨莫尔 以及许多老师簇拥着走出了礼堂 大家争相和奥吉拍照合影 一些家长也加入了进来 奥吉看到了妈妈 他一把抱住妈妈说道 谢谢你让我去上学 妈妈也抱紧了奥吉 他俯身吻了吻奥吉的头 谢谢你带给我们的一切 谢谢你走进我们的生活 奥吉 你真是一个奇迹 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 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 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 从某些方面来看 奇迹男孩的主人公奥吉 或许是不幸的 他患有罕见的染色体疾病 畸形的面孔 使他永远低着头走路 只有在万圣节面具的掩饰下 才敢抬头挺胸 但同时他也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充满爱与理解的家庭中 奥吉在学校里受了排挤 回到家后忍不住发了脾气 父母并没有责罚或者训斥奥吉 而是第一时间和儿子谈心 妈妈为奥吉讲睡前故事时 奥吉内心的仿线终于瓦解了 他哭着问妈妈 自己为什么那么难看 妈妈则用世界上最温柔的声音安慰奥吉 宝贝 你不难看 心灵这张地图 给我们指引前方的道路 外貌这张地图 则记录我们走过的路途 最终 奥吉在母亲轻柔的故事声中睡去 被母爱包裹着 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为了让自卑的奥吉 不再戴着那顶宇航员头盔 真正与外界接触 爸爸偷偷藏起了奥吉的头盔 爸爸还告诉奥吉 虽然你可能讨厌自己这张脸 但是我真的超爱 因为这是我儿子的脸 除了父母 奥吉的姐姐维亚 也一直带给奥吉温暖和善意 父母对弟弟的格外关注 必然会疏忽维亚 维亚也因此感到委屈失落 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善良的选择 当奥吉因为捷克的背叛 伤心难过时 是维亚给予了他莫大的鼓舞 维亚用自己的精力告诉奥吉 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到朋友的背叛与抛弃 维亚告诉他 这就是学校生活 这就是人生 很多时候朋友就是会这样 善良的维亚用自己的心结打开了弟弟的心结 在那个万圣节 奥吉在有意的背叛中成长 维亚也认识到了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 与存在的意义 变得更加坚强与包容 英国教育学家斯宾塞曾指出 孩子的行为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 其中受父母的影响最大 父母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孩子性格的养成及习惯的培养 比如傲慢无理的朱利安 就是完全是他父母的翻版 我们前面也讲到朱利安总是羞辱并排挤奥吉 还拉拢其他同学孤立奥吉和捷克 而朱利安的父母仗着给学校捐了很多钱 要求校董会开除奥吉 朱利安的妈妈还声称自己的儿子常常因为奥吉而做噩梦 中国有句老话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当朱利安因为欺负奥吉被校长处分时 面对孩子的错误行为 朱利安父母第一时间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企图用手中的权力迫使校方屈服 这也是朱利安一直目中无人的重要原因 反观捷克的母亲 他就为孩子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学校安排捷克带奥吉参观学校时 捷克很不情愿 是母亲的教导唤起了儿子的善良 同时也激励着捷克在参观时 做出了反抗朱利安的举动 由此可见 父母想要教育出好的子女 首先要做的是监督自己的行为 父母与人为善 孩子必定会善良而富有爱心 正如奥吉妈妈所教导奥吉的 这世上还是好人比坏人多 好人会彼此照顾 彼此关心 奇迹男孩的故事中 不只是只有奥吉这一个奇迹 每个孩子都在成长 他们在成长中找到了自己 认清了自己的内心 他们用爱和真诚来适应甚至改变生活的环境 将恶言恶语转化为对真善美的守护 缔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奥吉就像是一条流淌而过的溪流 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同时也映照着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比如杰克 他虽然发自内心想和奥吉做朋友 却不敢承认自己 喜欢大家口中所谓的怪物奥吉 后来杰克和人气王朱利安决裂 这一次他选择坚定地站在奥吉那边 一起对抗朱利安阵营同学的排挤和辱骂 成长过程中 人总是免不了犯错误 但只要有改过自新的勇气 内心还存有善意 终会成长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 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正如校长图什曼先生 在颁奖典礼上所说的 无论你在哪里 无论何时 你们都能尽可能更友善一点 如果你们这样做 如果你们比平常更友善一点 也许有一天 别人能够从你们身上 从你们每个人脸上 认出上帝的脸 好 到这里《奇迹男孩》这本书 就介绍得差不多了 常言道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来 你如何对待世界 世界就怎样反馈你 你如何对待别人 别人就怎样回应你 世上最美好的是 莫过于爱在循环 善良被传递 相信微不足道的善举 可以激发披荆斩棘的力量 相信沧海一速的善意 可以照亮一团漆黑的低谷 真正善良的人 最后都活成了一束光 温暖了别人 也照亮了自己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